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據印度教徒報 他們的報導就指出 巴基斯坦的總理這次 這個夏巴茲謝里夫 他應該第一次到訪北京吧 對 因為前任的總理 跟中共關係非常好 然後這一任是反對派 那反對派上來了以後 他第一時間就是 我們跟中共關係沒有變 所以是跟以前的前任政府 要走一樣的路線 並沒有因為政黨 或者是不同的人執政 他們的態度就轉變 好 那現在就說 他要率領一個 重量級代表團訪問 然後呢 他有特別強調 在這個媒體報導的焦點 是說兩國同意推進卡拉奇 到白沙瓦的這個鐵路專案 那這個事實上 過去曾經項目被推遲過 不過現在呢 要加速的來推進了 而且呢 雙方其實 在這個領導人會面之前 也一致是同意要啟動 他們的這個鐵路的這個專案 要加強他的這個建設 重振這個中巴經濟走廊 那我後來就其實去查了一下地圖 給大家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地圖上面呢 希望是可以清楚一點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其實是從這個 它基本上是一個環狀的鐵路路線 那從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剛剛講的白沙瓦 劈開頭的這個字 因為我不太會發音 白沙瓦 那麼它這個鐵路 可以一直往下通 通道就是這個 K開頭 Karachi 這個是克拉茲 我們其實平常都是習慣講 克拉茲 它這個是翻成卡拉奇 然後呢 其實這個我們看到 它這個下面的地方 也是接近是一個海灣對不對 對 就是這邊的話 瓜達爾港 對 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有商用甚至有軍事的這個意義 很重要的戰略意義 是嗎 是這樣子 它瓜達爾港原本是一個小漁村 但是它是一個天然的好港 它本身離伊朗很近 然後它後來中國大陸就發現說 這個港可以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帶一路的一個港口 因此投下了大概三十百億美元 對 要把它跟克拉茲 也就是新疆的克拉茲 要把它連通 我們攝影大哥可以把它 這個zoom一點嗎 謝謝 就是我們跟各位報告一下 對 它要跟新疆的克拉茲 這邊做連通 對 那連通的時候它就 這邊是光達爾港 我們看到這邊是光達爾港 對 那麼這邊是伊朗 所以是很近 然後這邊要做連通 一直拉上來 拉到克拉茲這邊來 是 那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是做一帶一路 所以它有經濟帶 然後它也有這個路 就是有高速公路 然後也有鐵路 然後它也有天然氣 還有油管 那它也就是說 未來 那麼從這些 例如說從中東 從伊朗 或是從沙特阿拉伯 這邊的郵輪 過來了以後 以前都要走 繞了整個南印度 對 然後再往北走 才能夠到中國 那現在的話 然後它就在這個地方 就把貨卸下來了 然後把這個天然氣 或是石油 就打上來 就直接打到克省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 就節省了那個運費 上面其實是通往新疆的 對 新疆的克時 對 克時 對 克時 對 所以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是從下面往上走 是的 是的 其實也可以從上面的 這個比方說中國有些產品 然後就是往下 這個人跟貨都可以通 那這樣看到 我剛剛在講這個 P開頭的這個字 就是白沙瓦 對 白沙瓦 在上面 對 然後連通到這裡來 對 然後再往下 就這樣一個 目前來講 要完成橘色的這一段 是 旁邊還有阿富汗 是的 右邊是印度 是的 所以這個希望透過地圖 讓大家可以比較明顯的 可以很清楚的 可以看得到 所以常講八鐵八鐵 這個現在又要加速來推進 這個中巴經濟走廊 這樣很好啊 因為他也要把 他跟阿富汗聯通 阿富汗目前的政府 他們已經表達牆內的意願 他們希望能夠 進入這個一帶一路 所以他們也希望能夠 加入一帶一路的時候 他們就把他們的 珍貴的鐵銅礦 可以運得出去了 因為阿富汗也 阿富汗是內陸國 然後它有很多礦產 可是礦產的體積很大 那它的運費就很貴 很貴 而且所以它如果能夠 融入中國的一帶一路 那它不但可以 運到中國大陸來 那也可以外銷到國外去 對 那對巴基斯坦也是如此 因為您看到 巴基斯坦一邊是海 可是它的延伸性很長 到北邊來 對 那新疆有很多的這些工業的產品 對 那還有很多像光伏企業 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還有就是說像它的番茄 番茄做成番茄罐頭 也是意大利人最喜歡的 賣到全世界的那個番茄罐頭 還有新疆有非常好的棉 那那些棉花 如果做成為紡織品的 初級加工的 還有葡萄 葡萄酒等 那你想如果說 這一些珍貴的這些物品 可是它都體積很大 然後它的價格是比較低 可是它對於帶動整個新疆地區 跟中亞地區的繁榮是很重要的 如果它把這些貨品 那麼經由巴基斯坦 運到中東地方去 那不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經濟上的行為嗎 這很好的買賣 對 所以對於現在的巴基斯坦的政府 那他們上來以後 有一段時間的不穩定 現在又限制穩定了 穩定以後 他們希望加速跟中國的 原來的這個一帶一路的合作 對 所以您提到的環狀鐵路 就是他們希望能夠再加速 趕快把它建設起來 建設起來 但是由於披露直省 一直連接到 這個阿富汗這個地方 有恐怖主義 極端主義在那地方活動 所以原本這個中巴 在簽訂條約的時候 那麼巴基斯坦要派一個師 要去維護這個 這幾條線路的安全 那目前來說 因為前段時間 有一些恐攻 所以中國大陸的要求就是說 你要確保它安全 我們才有辦法幫你做建設 是 好巴基斯坦之後 我等一下要講一下巴西 可是在講巴西之前呢 我還是要談一下 現在其實透過一帶一路 我們知道中國在各地要交朋友 交更多的朋友 除了我剛剛講到的 有巴基斯坦有巴西 其實巴西也是 那再者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 有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中東的國家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伊拉克 伊拉克這個呢 我其實也是看到一個圖 其實給大家來參考一下 這事實上也是什麼 這也是伊拉克跟中國大陸 共同合作的一個建設的項目 它是叫哈法亞油田 那一般我們都知道說 它是有這個油田 在開採的這個合作之外 另外其實呢 這個兩國呢 也有彼此在從事 有關於天然氣方面的一個合作 這個是在這個曼蘇里耶 這個地方 那但是呢 這個我們看到是一個哈法亞油田 還蠻多項目的耶 而且我後來查了一下 什麼機場的合作 這個橋樑基礎設施等等 另外還有太陽能 就你剛剛講光伏的產業 污水的處理 海水的氮化等等 其實都有在跟伊拉克 共同來合作 但伊拉克他沒錢 他需要錢 他880億美元的均資 可是他有油 需要重建 對對對 所以你有資源 你有能源 那我這邊有資金 所以這樣子兩國 可以共同互惠互利 來加強合作 另外當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那個大家都比較熟悉 最近討論熱度非常之高 所以我想其實在中東國家 這個部分 透過一帶一路的建設 賴老師你怎麼看 你覺得在今年已經是到年底了 明年2023 會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我覺得是 因為有時候歷史是很玩弄人 當初美國跟英國 他們想搶伊拉克的油田 對 因為之前伊拉克的海山 他把他國內的四大塊的油田 對 給中國 俄國 德國 法國等四個國家 那麼進行了合作 那麼都有開採 是 美國跟英國知道了 這個消息以後 他們就想把這個油田搶走 是 他們就炮製了說海山 擁有這個核生化武器 然後我們也看到鮑爾 在這個聯合國的大會 做了一個假的這個作證 那最後被川普拆穿了 說那是肥皂粉 那是很典型的 美國栽贓抹黑 然後讓他有出兵的正當性 對 那這個就是2002年的這個海灣戰爭 美國贏了一個月打下來了 打下來了以後 他治理伊拉克痛苦到不行 所以他現在要從伊拉克撤軍 撤軍 大量的在撤軍 那伊拉克就殘破不堪了 這些油田就荒匯在那地方 但是您是伊拉克政府 您看的美國政府不可靠 然後他也 只要有美國大兵的地方 有美國企業的地方 就必須有美國大兵去保護他們 但是恐怖主義的攻擊就不停 但是中國的企業 不會有恐怖主義的攻擊 那您最後還是要 美國的油商來 還是要中國大陸的油商來 所以伊拉克的政府 當然最後還是請中國的油商 進來幫他們開採 對 所以您想想看 美國在伊拉克花了 大概燒了兩萬億美元 搞的這個戰爭 10年 2003年到現在快20年了 那麼搞了這麼久的一個戰爭 美國最後沒有辦法 討到真正的大便宜 而最後伊拉克政府 還是邀請中國大陸 去開採他們的油 那您想中國大陸 可以不發一兵一足 而又回到了伊拉克 因為本來這個油田 就是跟中國大陸簽的 那中國大陸又回去 繼續開採它的油 那但是現在要求 你伊拉克政府跟美軍 必須要確保這個地區的安全 安全 所以美國人納稅錢 花了錢 然後請他們要保護 中國的油商的安全 這個滑不滑稽 這來好笑的耶 美國政府的腦袋很夠用耶 是 美國人納稅人出錢 然後去保護中國的 跟伊拉克這個合作的油田 是 因為這是 你是佔領軍嘛 那你有責任要做這個事嗎 好 來 很快的當然我想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1點48分 怎麼時間是過這麼快啊 因為跟你聊天就很愉快 你看我差點接不下去 我先謝謝馬維拉 有加入會員 謝謝您 請大家記得要多多的按讚 麻煩一下 因為接下來我其實呢 時間有點短 可是呢 我今天要問完 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 應該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巴西是左派的魯拉當選了 那不是只看一個人的 當選的結果會改變什麼 第一大家會關注的就是說 那接下來巴西的對華關係 會怎麼樣 二方面你一定會想到說 這可是什麼 這可是美國的後院啊 不是嗎 但是現在呢 美國的後院看起來是什麼 是紅通通的一片啊 各位觀眾 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地圖吧 拉美變這樣 從墨西哥 大選後拉美的左翼政府 現在通通都幾乎都差不多 都是了耶 紅色的 對不對 那艾老師 你的地理可能比我好 對不對 那個應該是巴拉圭吧 這一塊我猜了 中間啊 應該是啊 那其他的全部 從巴西是最大的這一塊 巴西嗎 阿根廷 智利 秘魯 都上去了 滿滿的紅色 對到這邊的話就是中美洲 是啊 然後墨西哥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照這樣來看的話 那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巴西跟拉丁美洲可能會帶來這個世界上 對華跟對美的關係 我看會有很大的不同 我覺得變化會很大 因為這是左派在拉美的最後一塊大版圖 因為巴西一億多的公民 你想想看他的生產製造力是很強大的 其實他的科技能力也是很強大的 他很多農產品耶 很多農產品 其實他的科技產品 巴西也坐飛機耶 巴西齁 對 巴西其實工業製造能力也不低 也不差 也不差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太大了 那我覺得這個魯拉上來了以後 因為他在第一任總統的時候 他是跟中國關係非常好 然後他說他在被 巴西的檢察官司法 為美國政府服務在迫害他的時候 是因為他任內發現巴西有一塊很大的油田 然後美國的企業想把那油田搶走 然後他們就把他羅子罪名入獄了 最後給他平反了 所以不然他不能選總統 他後來被平反 可是他說他當時他可以逃亡 因為有國家可以負負他 他講的幾個國家 古巴 穩年最大 中國大陸都可以負負他 他講到中國 對 所以他跟中國關係其實很好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因為他跟中國關係很好 所以而且他也知道他剛上來的時候 他跟中國的貿易有大概只有60億 可是等到他卸任的時候已經到700多億 60變700 對 所以他增長的12倍多 而且呢 由於他的貿易的增長 巴西的富有 所以他照顧了解決了 三萬三千多萬人的貧困問題 對 然後他設立了最多的學校還有大學 所以他對這個部分裡面很自以為好 那我覺得對於魯拉來說的話 他很清楚知道巴西如果未來要好 他要回到金磚五國 那在金磚五國中 他一定跟中國大陸關係會改善很多 步伐會跨很大 美國一定會想方設法去阻止 但是我覺得美國的阻止無效 因為美國這次想要介入巴西的大選 有一點影響 不希望魯拉勝選 對 然後有介入 那有一點影響 但是沒有全盤翻過來 因為本來魯拉跟這個 波索納洛只差五個百分點 但是後來你看到最後只差一個多百分點 對 這代表有點影響 但是美國最終還是沒辦法影響整個選舉 那魯拉上來了以後 你想他跟美國的關係怎麼會好呢 巴西會不會覺得說 與其去跟美國做生意 不如去跟大陸好好的貿易來往 是的 因為巴西跟美國對中國的輸出裡面 有很多是相互競爭的 例如說大豆 大麥 小麥 牛肉 紅酒 還有就是像石油 停燃器 這個都是美國有的 所以巴西會想說 如果我跟中國大陸關係再好一點的話 大陸買多一點的話 大陸就可能選擇的是巴西 就未必要選擇美國的農產品了 是的 那這樣的話 那個中國的更多的產品 也可以賣到巴西來 對 兩邊的貿易額會增大 那對於進口商來講 它就創造了更多的借業機會 確實如此 然後經銷商也創造了更多的服務業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貿易 會讓大家都富有的 所以我覺得會關係會改變 對 那好 現在大家關注的是說 那俄烏戰爭到底要不要繼續 還是說可能真的要升高 又下一個這個拐點要出來了 你看這個 今天我看到一個消息了 說這個俄國天然氣公司 就是他可以參與北西的調查了 本來都不讓俄國參與的 那現在有一點改變了 那普丁這邊好像也有意 要跟西方國家對話了 當然有個彈書 那但是是不是可能 也會有一些契機呢 可是我們看到在烏克蘭這邊 在赫爾松這邊 好像顯得又更加的緊張了 再加上最近其實俄國 這邊也遭到了烏克蘭方面的 無人艦無人機的攻擊 所以普丁也很火大 又反擊把他們弄到停電 對 炸得更大 18處 然後現在又擔心說 糧食會不會受到影響 千頭萬緒 對 會 美國的一艘航母 也福特號 也往歐洲趕了 預計在11月中 可以趕得到歐洲 也就是說局勢有點緊張 因為這一次是俄國 在克里米亞半島南部 的黑海艦隊的基地 對 受到自殺無人艇的攻擊 有一艘成功了 所以它的一艘護衛艦受創 那無人機都被擊落 但是俄國直接指控 這是英國的指揮官所幹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俄國指控北溪一號二號線的爆炸案 是跟英國有關 英國的特種部隊有關 所以美國擔心俄國開始做報復的動作 因為俄國已經對烏克蘭的基輔 已經做了報復的動作 那美國也會擔心 如果說俄國對英國做了報復的動作 那北約的這個防衛條約 是不是就自動啟用了 那這樣的話 俄國跟北約之間的軍事的衝突 很有可能就爆發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俄國已經宣布 他們在7月所簽訂的 這個糧食出口協定 全部都暫停 那暫停就是你的貨物不能再輸出去了 所以俄國的海經會在黑海 這個地方對奧德薩等這些三個港口 開始進行封鎖 那如果說你要封鎖 那烏克蘭如果要反封鎖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產生海戰 或是產生更大的矛盾 那如果英國或是其他北約的國家 有介入的話 情況就會惡化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航空母艦趕到澳洲 也在預防這些危機 也在給俄國施加壓力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看到聯合國的秘書黨很緊張了 他說如果這些糧食都輸不出去的話 因為目前來講 已經運出900萬噸了 那如果再運不出去的話 那糧荒可能就會發生了 像非洲國家出現糧食緊缺的情況 就會發生 糧價一定會往上漲 糧價一旦往上漲 那油價又沒有下來 那您想想看 那整個通貨膨脹的情況 就更加的嚴重 更重要的是化學肥料 化學肥料如果沒有運出去的話 趕不上明年的春耕 就一定會嚴重的影響 明年全球的糧食的收入 的生產之道 還有2024年也會影響 那我們看到整個世界有點緊張 就在這樣的一個可能戰爭 歐洲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形下 俄國也做了政治動作外交動作 就您剛剛談的 他願意在集團體的時候 跟不願意跟他談的拜登 對啊 可他有前提有條件 那什麼條件呢 必須以這個去年12月 俄國要跟美國談 這個安全相互安全保障協定 跟俄國要跟北約談 相互安全保障協定 作為前提 就是我們先談 這兩個保障協定 再來談俄烏的問題如何解決 要保護什麼安全嗎 就俄國不會對你動手 你美國也不會對我動手 那所以烏克蘭要成為一個 永久中立國這個態度 是 可是你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俄國大家會說 你到底是俄國比較有這個能耐 還是剛才我們節目 一開始在講的 拜登怎麼好像在這個時候 感覺上已經對 烏克蘭泽倫斯基有點受不了了 難道是可能真的要拋棄烏克蘭 或者是拋棄泽倫斯基了嗎 會有那樣子的一個想法 所以到底誰能夠撐得住 這是一個問題啊 我覺得大概都是兩難 因為美國如果拋棄 泽倫斯基或是烏克蘭的話 那所有依靠美國的 沒有人會信任美國 尤其民進黨 台灣的民進黨 你對我的承諾堅落盤石 台灣的老百姓說 我不相信 那這個時候民進黨該怎麼辦 他還選什麼選舉 他2024年不要選了 因為在野黨就可以說 你的美國老朋友 對你的承諾堅落盤石 那烏克蘭又出賣了 那他怎麼選 可是我覺得看來看去 美國還是對自己的這個 央格魯撒克遜的國家 相對比較好吧 應該還是比較對不對 你看像您剛剛講到 就是說 航母都派出去 而且不是只有一艘啊 是兩艘嘛 兩個航母戰鬥群 對兩個航母戰鬥群 都出去 一個不適號 一個福特號 對啊 然後呢可能是怕說 因為俄羅斯已經在指控 英國下的航嘛 所以就說 那我還是趕快派出航艦 而且傳說 可能會停火在英國 停在英國 對不對 就守在那邊的意思 對就是聽說了 而且不是 而且還有這個啊 對澳洲不是也好像 好像要很照顧的樣子 當然那是表面看了 就是他不是要設這個 好像是六架對不對 六架D52 對戰略轟炸機 對啊 可以打核彈的 而且要六架放在澳大利亞 對啊在達爾文 達爾文那個地方 對 但是如果一旦射進去的話 那中國大陸的核攻擊 一定以澳大利亞為目標點 您覺得這個澳大利亞 划算還是不划算 是 澳大利亞反而威脅更大 就是澳大利亞原本 不會受到核打擊的 但是你一旦把這個 核戰略轟炸機 部署在這裡的時候 那你當然就會成為核打擊的對象 是 所以在澳大利亞的華人 我還是建議想多一點 是是是 不要想少 哇不得了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